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志愿宝 你一定要坚持住 至少 白星星还在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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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臭丫头 我以何要破坏我的计划 大仙 求你放过我 我已身处名誉 不能超生了 要是今日死于你的仙界之下 就再也无法转世了 不杀你也可以 除非你给我个理由 你们给我来 我已在茗玉待了千年 阿将是我千年之前的恋人 一个昌细的红尘女子 虽然我其貌不扬 但却真诚善良 不想顽固子弟一样化心 我告诉阿将 等我考上武状女 就回来迎娶她 我们非常相爱 也正是因为相爱 变成了伤害 阿将真的好幸福 有这么深爱她的人 可是我深爱的人却不爱我 当我考上武状女子的那天 有人告诉我阿将宜亲别恋 对象竟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愤怒之下 我不听阿将任何解释 恰死了她 阿将死了 我无法原谅自己 在悔恨之中投赫自己 你这是什么 骨灰吗 喝下蒙婆汤 凡人的前世记忆就会变成沙漏品 这是阿将的记忆 这是我们的恋爱时光 我们的争承 以及死亡 我明白了 因为你的悔恨过于强大 所以无法投胎转世 只能留恋于这个地方 是啊 我听行了小人之言 不信阿将的解释 言万为了惩罚我的愤怒与冲动 罚我看守千年 那你干吗夺取河边人的灵魂 现在大家都叫这是鬼河 自杀的人太多了 我可以挑选他们的灵魂 来接替我 如果一旦有合适她 我就可以辞职投胎 寻找我的爱人 向她道歉 那你不用喝孟婆汤啊 你们有记忆怎么找阿将 凭我和孟婆的交情 哪还用喝啊 她还保准让我直接过桥 偷偷大富大贵之家 寻找我的转世阿将 那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我可以帮你 真的 我已在民间看守千年 从未找到能够接替我的灵魂 今天我以为是个幸运的日子 就脱下了铠甲准备过奈后桥 没想到又碰到你们二位 好吧 我这个人啊 从来不喜欢刘义海 尤其是爱情的遗憾 首两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帮你搞定 真的可以吗 毕业大人 卑职有一事相求 行色匆匆 所来何事啊 这个呀 说来就话长了 我啊 有个朋友 叫六尔弥猴 他跟我说一点事情 是关于孙悟空他 不是 不是 你说的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那是那么远的事情 你就不能说点近的事情吗 近的事情 近的事情啊 近的事情就是 我刚才在鸣玉 不停地找至尊宝 我都找不到 结果啊 我还昏迷了 更奇怪的是 我醒的时候发现 被人给踢了一脚 大胆 欲盖弥彰欲说还修 你是在试探我 卑职哪敢啊 卑职只是希望 玉帝可以取消名誉 释放名誉手里 这么小的事情 值得你去泄露天机吗 你是不是要跟我做个交易啊 哎 只要啊 玉帝把这些事情做到 我保证把这些事情放个精光 行了 你回去吧 我会处理的 谢谢玉帝 鸣玉首领啊 鸣玉首领啊 这么快就回来了 搞定了 我跟你说啊 首领 玉帝答应我了 他从此要取消鸣玉 真的 可是我感觉今生百倍 不像是要投胎的感觉啊 好 玉帝啊 你要是再不及时操办的话 你别怪我食言啊 我已经感觉到死亡的气息了 好开心 谢谢紫霞 祝你和至尊宝终成眷属 我就走 别忘了 你咋就可以了 你的音乐 我给你赶紫霞 我给你赶紫霞 让你赶紫霞 这个名誉统领也真的是傻 倪爱情而死 倪爱情而囚禁 却又继续追逐爱情 那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 天鹏元帅 给你说说他的故事吧 天鹏 私动繁星 寄予嫦娥仙子 偷盗月光宝盒 延续犯下大错 朕 不得不罚 臣 甘愿受罚 请仙子替我斩断琴丝 是我免受人世间的勤迈之苦 这个天鹏元帅怎么跟我认识的那个二当家那么像 你是不是也觉得天鹏元帅很傻 是挺傻的 跟这个童领唱的 为了一片虚无缥缈的爱情而拼尽全力 可惜最后 下场如此的悲惨 但是爱情可以给他希望啊 没有爱情的地方才是人间地狱呢 两个注定在一起的人 不管过了多久都会回到彼此身边的 只要结局是喜剧的话 过程怎么哭都可以 如果幸福真的会来 那晚一点又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能够说出的委屈呢 便不算委屈 能够抢走的爱人呢 便不算是爱人 而我呢 根本就不属于死心啊 我ー 爱人 我吧